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即市攻略 和大家先看看中港股市现在最新的走势 我们股市今天是各别发展 上证指数上3,000关 现在是3,004点,升10点 五芯镇城市方面偏远 跌11点,报10583点 湖深300指数升17点 报3,221点 创业板指数跌15点,报2,203点 听说港股 港股现在升156点,报21,036点 已经上了21,000关口 国企指数方面升70点,报8,773点 一节嘉宾邱阿努和我们跟进一下焦点股份 阿努你好 阿努你好 阿努见到今天炒资源价格 昨天时间已经有山西大同 奈蒙古乌海和埃尔多斯等地方 动力煤价再度上升 现在在供给质改革的推动下 产地市场限产力都比较大 还有就是夏天的季节性需求 大家都觉得会比较高 夏油电厂煤炭采购都回来 煤炭市场的供需格局好像有改善 还有就是最近水灾方面的形势 其实都可能会推升资源价格 看看煤炭股 接下来可不可以有一番炒作 其实说到煤炭股的炒作 也不是说到未来 说到近两个月里 都有一个明显的上升势头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市场都酝酿了 煤炭价格上升一定比较长的时间 最主要是市场中间这段特别 说到传统的下跪 对于煤炭的需求会加达 其实最主要说 其实说到煤动力煤始终最大的使用家 都是说一些电厂为主 而电厂的煤炭库存 说到今年来说 都是过往这几年来说相对比较低的水平 说到煤炭价格低企 说到前几年不同 一些电器本身不需要积极去抢煤等等 因为煤价都是低位培会 供过预求的情况都比较严重 我相信就算去到现阶段这一刻 煤炭整个行业产能过程的问题 都仍然存在 不过在短线来说 仍然有刺激因素 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 都是近期来说 可能是华南水灾这些相关的因素 实际上水灾会不会导致 整个供过预求的情况改善 我觉得未必 始终说一些天气因素等等 都是一些短暂性的冲击 但是值得留意 第一方面 虽然说一些短暂性的冲击 但始终说现阶段 都是煤炭使用量的旺季 之前提及到 普遍的电器现阶段的苦存 仍然处于一些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说这些因素 加上来之后 可能都会令到煤价 在短期后四港上涨的幅度 都会较与其为大 最重要就是说这些煤炭价格 都陪回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如果短期的供应 突然间是不够的情况下 的确很大机会会拉动到煤炭价格会上升 而上升的幅度都会较与其为大 最主要都是炒作这个因素为主 但是长远来说 特别说一个中线角度上面 再后重建等等 都会牵涉大量的资源需求 你说这个煤炭的需求 都同样地会相对较大 因为再后重建 始终都需要大量的电力等等 去推动这些重建工作等等 製造业子需求 都会因此而大动 所以说煤炭后市来说 我相信都会有一番炒作 至于这些煤炭股 最重要的是 看到部分的煤炭公司 中期业绩可能都会比市场预期中为好 所以这个因素 可能带动到短期又好市 在出业绩之前 煤炭股仍然有机会这样走强 我们又从国策去看 十三五能源规划即将公布 期间国家能源消费总量计划 控制在50亿吨的标准煤以内 当中煤炭消费基本是达到高峰值 总量控制在41吨以内 比重就降到58%以下 而非石化能源消费比重 就会提高到15%以上 看回其实煤炭的行业 在内地来说 都去到一个夕阳行业 长远来说 当然这个行业 不是很受到国策支持 但在十三五规划来说 都会很着重去产能过剩的因素 太弱流强是否主要的 例如在香港上市的煤炭股 大家都可以做一个短线的部署 短线部署 近期的声势这么强 我都相信短期来说 都仍然未改变 但值得留意 如果从国策角度上出发 这些煤炭股一定不会受惠 始终能源结构上 都是最主要的 扶持新能源为主 未来来说 都会严格控制 这些煤炭公司的生产线上 都不能再盲目的光张 但是最主要 其实在供给质改革过程当中 煤炭股 其实特别说 这些大型的煤企都能够受惠 因为在供给质改革过程当中 最主要都是继续淘汰一些落后产能 相对地要被淘汰 这些大型的煤炭公司 受到的影响会没那么大 甚至当一旦涂汰部分的落后产能来说 这些大型的煤炭公司 不需要再盲目的砍价 去淘汰这些相关的竞争对手上 对它来说 都有ESD的利好因素在 所以因此 你说中期业绩 说这些煤炭股 未必会有想象之中差 因为今年来说 它们的煤炭价格 其实看回到 跌幅和过去那几年来说 相比上来 都有改善的情况在 只要说这些煤炭公司 如中煤炭农员在内 出售部分的资产等等 对公司的业绩来说 都会有个帮助在 我看回到的煤炭股 我觉得短期后市来说 甚至说出业绩线 我自己觉得仍然有条件 继续看好 多张是不是最好是中煤能源 因为都见到 它今天公布了一个营起 股价暂时最多是升过 差不多6% 高位见过4.46% 现在看回18.98% 最新是报价4.44% 升幅都有半成 公司预期截至6月底 半年业绩转规位 盈利介乎3.5亿至5.2亿人民币 主要是由于看到 煤炭价格企稳回升 以及集团严控成本费用所致 知道中煤能源和神华 可能做不同的煤 阿努你怎样看这两只股份 去比较 其实我觉得 综合之前说的因素 煤炭股受惠的 都是说一些电器的库存低迷 说加上电器因素 其实我觉得 特别这几间的大型煤炭公司 整体然然 受惠的程度 分别不会真的太大 但是股价的波动上 中煤能源烟洲煤上 由于它的估值相对比较低 业务一直以来受到煤炭价格下跌 影响相对比较大 近期来说煤炭价格反弹 它们的反弹空间 会相对比较大 但是从中长线角度上看 中国神华 始终它们有一些电器 等等相关的业务 能够支持住 所以当然受到煤价波动的因素 会相对比较大 所以从角度上出发 近期来说炒作 就是说煤炭价格有机会反弹 幅度预期为大 中煤能源或者烟洲煤上 所有的程度 会相对比较大 如果看回短炒角度上 始终烟洲煤近期来说 升得比较相对比较多 因为始终它们的債務重组方面 亦都做得相对比较好 有一个炒作空间 但是同样地 中煤能源上 始终受到煤炭价格反弹 情况比较多 累积的升幅已经不少 所以我相信两者现阶段 虽然都有高追的情况 但是后市 我觉得如果看到 始终看到 煤炭价格 如果后市仍然有反弹的空间 我觉得两者仍然有条件 继续看好 从股价走势来说 1898 你应该如何复权 我觉得你再看回 股价累积升幅升幅不少 这些位置绝对是高追 但是你从途票走到上面看回 说现阶段4.46 这些位置 都相对比较高的水平 甚至创了52周高位 但是始终提及到 无论是中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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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 估值现阶段仍然比较低层 甚至你见到AH股差价仍然比较大 所以我相信短期后市仍然有操作空间 这些位置 我建议留意10天线 我觉得不妨留意10天线 以4.1这些位置做止洩位 这些位置即使再组入也好 只要严守4.1这些止洩位 后市仍然有可观的上网空间 这些目标 暂时来说我自己看4.8这些水平 至于1088的神华 即是Arno也说 其实它的股价走势 没有受到煤炭的 煤炭价格的波动影响得那么大 因为它自己也做到下游的业务 神华方面是否前景会稳定一点 固然稳定一点 但是升幅就相对没有那么大 始终讲究 论跌幅的时候 当煤炭价格下跌的时候 相对地你说中国神华的跌幅也相对没有那么大 所以现阶段煤炭价格回升 他们受惠的情况也相对没有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从短线部署上 现阶段说中国神华 上网空间反而相对地没有那么大 如果从图表走势上面看回看 我相信升到大约15.5这些位置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阻力位置 所以这些位置上网 可能一元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这些位置 如果从短钮部署上 我觉得中国神华的直播率 就相对地没有那么吸引 明白 多谢阿罗你长进的分析 刚才说过股份情谋会持有 有时一会儿回来会有 普通话的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